再來要來看到國民黨立委簡東民在2016年立委選舉涉嫌會選 一選屏東地院判簡東民違反選罷法判五年六個月 持多公權六年 而到了二審高雄高分院審理改判簡東民依投票行賄罪 處有期徒刑四年持多公權四年 不過在更一審時出現大逆轉 高雄高分院改判簡東民是無罪 而對於逆轉的判決 我們也訪問到簡東民的最新說法 國民黨立委簡東民因為在二零一六年立委選舉期間 以工作費的名義交付一千五到三千元 不等現金由輔選幹部轉交給選民涉嫌替簡東民買票 一審跟二審都被判有罪 不過到了更一審高雄高分院改判無罪 認為簡東民發給輔選幹部還有選舉工作人員的 的確就是選舉工作費不是匯款 但是全案還可以上訴 職人員 減顧 旁可